我半小时后下班 你今天很累吗 还行吧 还在适应 外星都见了谁啊 我 我约到了英叔的艾瑞克 这么快 我明天去见他 等你好消息 明天我不要再喝粥了 好的好的 颜色真的是很不错 真是 对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边有没有早上 卖面包或者蛋糕之类的早餐啊 我见过你 你是A五栋那个大帅哥的女朋友吧 不是不是 我是他助理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怎么想不重要 此刻你怎么想才重要 是要买早餐吗 对对对 我们会所每天早上都有各种新鲜早餐 你定好时间我可以给你送过去 真的 太好了 终于不用再想每天早上给他做什么 那这样吧 每天早上七点半你给我送过来 千万不要按门铃 打我电话 我出来去 等着 他一定会当做你亲自做的爱心早餐 好 我之前听同事力推过这个牌子 说这效果蛮好的 你等我看一下啊 小姐 您好 欢迎光临音树 我之前听同事力推过这个牌子 我们音树呢是采用一镜 二修 三氧的护肤理念 特别适合亚洲女性 我们可以根据您的皮肤状态呢 为您定制产品护肤或者彩妆的方案 您看一下这几款产品 这是我们的透明脂酸 阳胎素 松露系列 特别受欢迎 你看您想了解哪一款 我为您介绍一下 我想看看补水的产品 那我为您推荐这款我们的透明脂酸系列 这是我们的透明脂酸保湿胸物基底液 我来给您上手试一下 哦 好 你看这个非常地好推开 皮特 是这儿吧 对 就是这里 还不错 这里就是我们的旗舰店 那我先去看店 嗯 你不认为哪一份理想法 你不认为哪一份理想法 也是 你不认为哪一份理想法 我应该认识你吗 你一直盯着我 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帅 你好 我是玉美玲的令群群 是成立的助理 我知道 你知道 难道说 你是我大学校友 这样吧 小华小姐姐 不知道 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周全 你是周全的朋友啊 来 这是我的名片 谢谢 辉王 你就是辉王 神交已久 终于见到真人 你知道吗 多少次周全生日都错过了 全然在这个地方碰到了 这就是缘分嘛 总是这么的奇妙 太好了 太好了 要么这样吧 今天中午我请客 在我的地盘应该是我请吧 那怎么行啊 我可是用这顿饭来贿赂你 所以给我机会 不用了 你不就是要个提案的机会吗 行 我答应你 你就不用什么贿赂了 这么简单啊 就这么简单 那会不会为难你啊 万一是什么违规操作什么的 毕竟你是周全的朋友 我不能用我的工作害了你 不过说真的 你们公司之前在招标的时候 被我们排除在外 其实是因为你们家林总监 跟我的上一任关系太好了 而我上一任辞职的原因 是因为经济问题 所以中间 有一种挺微妙的关系 你懂的 好 我建议你们还是换个人 来对接工作吧 你或者是成立来 我觉得都可以 太好了 那 谢谢你啊 我们可以去吃饭了吗 行 点贵的 到时候成立不小 吃什么 没事 慢慢走 程总 程总 我 我成功了 拿到代理了 还没 对 离你被开除还有四天 但是 英叔让我们重新提案了 很好 万里长征开始了第一步 回去重新做提案报告吧 好 对 对 咱们 滚 厉害 令寻寻 所有资料都在这儿了 好好做你的提案吧 谢谢 别的公司应该给不了 我给你开的年薪 所以你现在离开 对你来说是一种损失 你怎么知道我想走 我当初挖你 一是看中你的人脉 二是真心欣赏你的工作能力 业内你属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吧 但是没想到 我的人脉最后成为了我的阻力 以外谁也无法预料 被一个新人抢了先机 心里很不爽吧 我只看中结果 另许是能给我们带来好的结果 但仅仅在这个敲门的机会上 后续的事情它不行 可真要代理这个品牌 你的能力绝对是对方的考察条件 所以不用跟一个新人计较 它只是这盘棋的一颗棋子 好好用的 多加一些总公司的介绍 比如说可以在咱们总公司 开发的楼盘里面免费进驻 总部的媒体资源也可以共享 你不是以前说不想跟你妈妈的公司 产生关系吗 以前那个方案呢 是以林总监为主要核心的 现在不能主打她的个人品牌 我需要说出一些更能拿得出手的条件 这是在做生意 不是跟我妈赌气的时候 当然 作为我妈 她应该很荣幸偶尔被我利用一下 臭光脸 我可以说两句吗 我觉得我们可以找几个 跟品牌契合度高的代言人 预料之中或预料之外的 你可以组织开小会 想想人选 谁 是谁关的灯 给我打开 程总 就我们两个人 这也太浪费了吧 又不是花你的钱 你心疼什么 但是 至少也要还宝吧 远处的灯你去关了吧 我能经过的地方 必须晾晾汤汤的 程总 你是不是怕鬼呀 怕一个大头鬼呀 你打我干什么呀 我 我就是开玩笑 再说了 我年纪比你大 好歹是你姐姐 姐姐 对不起 事后说对不起 等于什么都没说 小班 我 去哪儿 你 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是我交朋友 又不是给你找女朋友 这种女朋友我可消受不起 再说了 对我来说也太老了吧 什么呀 追他人可多了 再说了 你又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那你说说 我属于哪种类型 不敢说 说吧 给你免死金牌 我来看一下 对 很高兴 散开